對啊 好得很 芽芽想要離婚嗎 不會啊 為了她 為了她 太太真的會為了孩子就不離了 如果感情不好的應該... 因為女生她又沒有辦法去工作 要照顧小孩又沒有辦法工作 我聽過很多女生的說法 是說等孩子到了幾歲 她們再離 所以芽芽妳覺得 她到幾歲妳就要離 沒有啦 我還指望她幫我推輪椅 可是芽芽妳有沒有覺得說 就算離了 可是如果妳把小孩抱走 然後剩下她一個人獨居 妳會覺得她很可憐 會啊 很可憐 但妳就幫她請什麼費用之類的 她可能會再娶啊 她不會吧 應該沒辦法了吧 怎麼會沒辦法 你是怎樣 你是想喔 她有一次生氣滿嚴重的是 也是跳國標那一次 她其實氣是氣國標舞老師 怎麼了 她回去的時候 她就一直在生氣 我就說為什麼 妳是氣自己跳不好 還是覺得表現不好壓力很大 她就說 妳練完這支舞蹈 妳以後不要給我想 休想給我練國標 我就說為什麼 因為我乾扁 所以我希望練國標 可以讓自己的體態 比較漂亮一點 不行... 她就說 那老師在看妳 我都不知道她的眼睛在想什麼 是不是... 國標是外遇的 九個位 不行 是嗎 因為她們在那邊跳下去 就會產生情愫嘛 對啊 妳這樣摸來摸去 這樣摸來摸去 我長你的觀察 就是很容易跳著跳出感情來 妳這樣講 看節目有很多夫妻會互相表演 心榮是不是去學國標 就跟留生在一起了 那是勸動戀愛啊 那是感情的溫妝不是外遇的溫妝 那妳就是說 透過舞蹈的這個肢體的行為 容易產生感情 她也是一直說要去學國標啊 我也是 我怎麼想講 我學了那麼久 也沒有跟那個老師外遇啊 就是很重要 那可能那老師比較醜 沒有 我們老師非常帥 老師帥的那時候 跟雅雅想要去跳國標 會想學啊 然後也是沈玲林不準 唯一可以的老師就是 他除非老師是女生 妳要叫他這樣子喔 回來了以後 妳太太跳的舞會很特別 妳比較不會感生感情 可是雅雅妳怎麼會想要學國標呢 就像她講的啊 體態會很漂亮 對啊 OK 因為跟雅雅學國標 真的是想考外遇 對啊 愛麗克思跟李永賢 是 康熙有介入過你們的婚姻生活嗎 她不喜歡我在節目上講很多話 她覺得我們家裡的事情 是家裡的事情 然後妳在外面 妳們要講...不要講太多 所以我說假如我叫詠賢說 妳不行穿什麼的話 那不可能的 妳說妳不行穿露胸或露背的 那是不可能的 很傷自己的形象對不對 她會直接... 妳說詠賢會抓狂是不是 對 我不可能這樣講她 她不可能這樣講 她沒有控制... 她沒有控制過妳的衣服 衣服沒有... 真的假的 衣服沒有 所以詠賢... 詠賢會抓狂一點 上我們節目也OK嗎 可以嗎 她以前在夜店 還會把那個衣服這樣露... 拔開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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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康熙都不錄了 要到十幾年前 年輕的時候 有一次我們在夜店 然後我跟... 我也不知道跟誰 反正好豪還是那種Jason 我們就在夜店的一邊 然後詠賢在霸台另外一邊 然後我就在那邊聊天 然後那個Jason還是... 然後她就說 妳要不要控制一下 我說什麼 然後詠賢就在霸台後面這樣 好可憐 她在詠賢也叫我 那是屬於你說的一番兩次 一番兩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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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直接 帶我去 可是有的正妹問詠賢在哪裡 只是要確認她不在的話 她可以變成... 其實她以前她常常自己... 她常常自己出去也是 但是就是朋友會幫我看一下嘛 我也OK啦 其實看一看也OK 她言談當中已經透露說 你們結婚十五年 她對妳已經是超級沒感覺 也互相了 互相沒感覺 這可怕 我們真是大爆料耶 對啊 好恐怖 我這一集 真相沒感覺 怎麼那麼恐怖 這一集離婚的是不是 然後那個男生就是之前他的拍檔 每次他要跳 他有個正式一個女生的拍檔 他一出去他就會說 他就說他要跳... 他就會坐起來 然後就坐到第一排 他就說你來了...你來看 我說我不想看啊 他就說來...他要跳... 每次這個男生要跳的時候 他精神就來了 他也不知道他會這樣講 因為認識啊 不是...他就會說 他在跳他就說你看 你看他多帥 你看他...你看那個動作 你看 怎麼能忍受的時候會講 你知道嗎 他一直會講 他自己都已經不知道了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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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看電影的時候 一直稱讚說 沒關係 因為電影那個是不可能的 那個人... 那個太遙遠了 那個太遙遠 你說什麼... 你說什麼Brad Pitt 他不可能來台灣 在你前面跳舞嘛 可是這個人每一年都在他前面跳舞 他每次都能看 他摸得到的 對 摸得到的 後來有跟他... 有跟他一起跳的 那還得了 不行... 對 然後每次來... 因為我也認識這個老師 可是我每次都說哈囉... 他每次說你看 你記得我老師嗎 我說我當然記得 你貌上要走 然後最痛的 我跟你講 最痛什麼 要試衣服 因為終於要定長 因為我們一起跳... 然後第三天前就試衣服 然後老師就說 我幫你借到衣服了 可是因為你的身高這個身材 台灣只有一個老師可以借 就是他 就是他 然後我還要穿他的衣服 所以他跟你跳舞的時候 然後聞得到那個老師的味道 對 對 所以他的衣服 老師不然一直還要聞到 詠賢的味道 沒有... 老公有時候就是哪根神經不對 他就突然要吃你的醋 他生氣了 有的時候有... 你詠賢生氣了嗎 怎麼辦... 怎麼這麼生氣啊 沒有啊 他把他講得很糟啊 因為他... 因為他爆料他跟陳老師的 我跟你講 你講得好像你...你很保守啊 你在外面也會講女生的啊 他在外面也在你面前 稱讚別的女生嗎 哪有很少... 而且他去主持那種比基尼會啊 我也不會講話啊 就讓他去啊 那是工作啊 沒差 你可以嗎 如果是有跨年的比基尼Party 然後女生在那邊脫衣 還把比基尼脫掉 行嗎 你也不會讓他 你明天吵架我們可不收拾 什麼 我們已經要結束了 我們不在乎 我們八個人 等一下都在謝正武律師 你真的要排隊前置啊 我今天覺得 丈夫們真的有背影 真的 這些家後 在乎的也很高 老婆們怎麼秀得有差勁 太太們好像比較正常 是 你們一定有很多冤枉在心裡吧 冤屈 太太們 他就是住此類的 像那個甘蔗園的事情 甘蔗園 那個冥冥就是吵完架以後 我把車停路邊 我一氣之下 我就淹沒在夜色跟甘蔗園裡面 然後呢 你們問他說 有甘蔗園這件事情嗎 你變狼人嗎 你 你為什麼要去 他說沒有 我那天回去跟他吵大架 我說冥冥就有甘蔗園 他說沒有 我說有 他說沒有 我氣到牽著他的手喔 然後到停車場開車 從台北開到彰化 到事發地點去 你看這是什麼 那是玉米田嗎 那是玉米田嗎 你真的是玉米田 他一直一樣嘛 因為都高高 一直很高 很玉米田 對 他一直都一樣高 玉米田 你幹嘛講甘蔗啊 都一樣長很高啊 都高高的那樣嘛 那我就說 我分不清楚玉米跟甘蔗嘛 你在那邊講長篇大論說 他知道你在說話 他跟我結婚第二年以後吧 他就對我講的話不感興趣啦 所以我講了很多笑話 然後他也 他也是被憋到 只好上節目來胡說八道 對 所以這是我上節目 最大的動力啊 就是在家裡沒有最強 他也沒有聽眾了嗎 對 不過我老婆總是這樣啦 艾力哥只要講話 永賢也不聽啊 對不對 我不聽 不聽啊 我在家裡會聽 可是老婆的問題是 他們的大道理的時候 真的是太長了 可是沈雲 你的都是奇幻故事啊 這個就是那個古人說的 在偉大的巨星 在家裡面也是一個仆人 對啊 所以我就是這樣啊 那是什麼 我是僑陽